今天要讲的是云南鸵鸟案 其实鸵鸟肉这种东西并没有说多好吃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朋友小宋也不例外 那天他下来搬去菜市场买菜 结果发现一群人将一个小摊围得严严实实 秉着没事凑凑热闹的心态 太挤了进去 那是一家卖鸵鸟肉的小摊 这可稀奇了 动物园里鸵鸟见多了 吃还真没试过 他要了两斤肉 老板是一个中年人 手脚挺麻利的 切篓分割特别的快 但就是人目目的 给签的时候他好像不知道收多少钱一样 小宋给了50 也不知道够不够 反正老板也没找零 回到家后他就试了一下红烧的做法 不得不说这肉是有点不一样啊 口感像牛肉又像羊肉 又滑又嫩 这一下就打开了他的新世界 从那一天起 小宋经常会和那个老板买鸵鸟肉 最多的时候一口气买了十多斤 这一连吃了两个多月 他都胖了不少 但突然有一天 这个卖鸵鸟肉的老板不见了 市场里就剩下了个空空的小胎 这段时间来送人头吃鸵鸟肉吃到上瘾了 现在吃不到 他是抓心脑干的难受 没办法就从网上买了几包 但味道不对 这些鸵鸟肉都又干又柴 嚼起来跟木头一样 这可要了他的命啊 之前家里剩下的鸵鸟肉都吃完了 这样他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他用尽一切方法 终于找到了那个老板的地址 好在离自己不远 开车去一个小时就到了 那是个很奇怪的小村子 都是一些老人没见到年轻人 小松一路看了过去 好像没有见到鸵鸟的养殖地啊 也不知道老板的鸵鸟肉是从哪里进来的 老板的家还有点偏 在村角 大门都没有锁 但小松还是礼貌的敲了下门 肉摊老板慢慢悠悠的从里面走了出来 好像很意外竟有人来访 送人头赶紧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顺便问了一下 为什么这些天老板都不出摊了 对此老板直淡淡的表示 肉都卖完了 自己没去弄 所以没出摊 但小松既然都找上门来了 也不让他白跑一趟 新肉没有了 还有些辣肉 就在自己屋子里 进来拿吧 听到还有肉的小松大喜过望 跟着老板就进了他家 里面暗乎乎的 一点光都没有 还传来一股木头发霉和奇特的腥味 这种地方不由得让小松 心生畏惧 偏偏老板走得很快 自己一个不留神 他就消失在了黑暗里 这里也没个灯 小松喊了几句 也没有得到回应 他赶紧掏出手机 打开了手电 随着光亮的一瞬间 小松差点把胃吐出来 这个房间里挂满了人 他们真的就像蜡肉一样 被风干了 小松这下终于知道 为什么自己在网上买的鸵鸟肉 味道不一样 这个时候老板拿着菜刀出现 问他要哪一块 还用手笔画一下怎么切 小松惊叫了一声就跑了出去 老板见状也没准备追他 小松一直跑到没人的地方 才敢停下 接着就是一顿猛吐 把隔夜半都吐出来了 事后他报了警 漏铺的老板叫张永明 经检查精神十分正常 在见到警察来的时候 他显得十分淡定 很痛快的就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都是村里的小年轻 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下的手 至于一共有多少个 他不记得了 他让警察去自己的院子里找 能找到几个就算几个吧 最后警方在他家一共找了四天 发现了超过20人的衣服手机还有鞋子 张永明供述说 他把一部分受害的人做成了腊肉 有些碎肉就喂给了家里的三只大狗 还有没吃完的就拖到集市上 当做鸵鸟肉卖 并且很受欢迎 像送人头这样的回托客很多 至于卖这些嘛 他不是为了钱 他表示 就是想让大家和他一样 在讲述自己这些事的时候 他一脸平静 完全没有任何的紧张和回过 而是如同讲故事一样 虽然最后只找到了25人的衣物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 因为买肉的人不在少数 有些人甚至到结案前 家里都还放着鸵鸟肉 送人头在这件事情过后 报售30斤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跟人干一样了 并且他表示 这辈子再也不吃肉了